来 去 演说台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落荒而逃 就像证据老将叶公亮预测的大选结果 押保希拉蕊迎面大 美国大选冲击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当然是希望希拉蕊能够当选 加上川普当选当然是个灾难 其实我在看川普 川普上是生意人 他真的当选会这么做 不会但是短线会 短级会憧憬 看准就算川普当选 极端政策也不会落实 对股市是短线冲击 但从其而言台股成交量更优心 对短线的当冲的客户 投资者应该给优惠不用 你叫一天教练有一亿的短线客户 我给你证交税减半 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税收 资本市场环境转变 内经银行公务员证券董做的业工量 提出亮大药方 包括给当冲长客优惠 证交税减半和鼓励大股东 及董监市买股 让内线交易除罪化 像这内线交易应该是除罪化 给高偶的罚款 比如说你内线赚了一亿 你就罚他十亿 你罚不出来的话 你再来关 不要有了十张股票 只赚了一点点几块钱 你也在内线办了三四年 笑脸呢 你想要英雄就没有 用比谁都狂的气势 业工量从创业负债 到成为经手台积电上市的陈骁天王 近年重逼战跑后 难得亮相 就是给政府建言 呼吁增加量能 三零十文续之中 请一切